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晚報 逢星期一至五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是幾年忘了滴藥水 網友還在說AV女星 又在說哪個女星曾經露個點露個霧 其實人都會有漆霧 或者有兩粒東西 沒什麼特別的 我真的覺得沒什麼特別 其實要怎麼說呢 只要你老婆給人看就行不行呢 如果看就沒什麼所謂 他不介意給人看就 只要他不介意 你說如果你現在喜歡AV女優 即我們講的問題 你會不會出去做老婆呢 理論上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你真的要接受的 我覺得我不講別人 我覺得我可以的 但你說之後我 我可以 第一 吵架的時候不是我說 如果老婆說話 我知道 你看不起我嘛 我拍過AV 其實我也沒有這樣想過 但很多時候可能是他出現 這種情形 我會覺得很煩 到底要不要再找這些 到底要不要去看 你要用另一個角度看 她老婆 懂得這麼多 招式應該很幸福 但是我根據 我對AV研究的一些訪問 很多時候其實就是拍戲又不拍戲 他真的在現實生活 他就未必會去做那些事情 那麼那個男人就腳不腳了 你老母 我說你老仔 你老母 你都不跟我這樣 反而他拍戲又這樣 你真的不敢愛我 又會出現這些事情 相處是很有問題的 所以一般來說 這個AV文化 除了在日本之外 其實世界各地 特別是我們華人社區 甚至是韓國 他沒有那麼流行 不是沒有 他來台灣也有的 但是沒有那麼容易的 那麼台灣AV是不好看的 我不是怎麼看 因為他要戴套 日本當然也戴套 但是他有些毛馬 或者遮住他 你便不懂得戴套 有格仔 有些沒有格的 很多都不戴套 如果有些流出版 譬如秦果那些 秦果身材很好 但是 戴套 真是打假的 對我來說 不想看 他馬上戴套 你了 戴套 你了 好了 這個是昨天的新聞 我們先看照片 李修賢 李修賢 原來是非常活躍 在抖音上 我就不會有什麼特別的 反而 李修賢真的老得緊要 你看老人班 我覺得這樣 你去到某個年紀 人人都可能會有這樣的情形 沒有什麼好說的 但是 以今時今日的技術 其實都可以 整理一下 他昨天的題目 他就講一下何家駒 因為我對李修賢 雖然他說他是不是藍絲 我不是理這些 我對李修賢 我都幾喜歡的 當年在公僕 拍那些 但是我覺得 他提起何家駒 大咪萬年的時候 又說吸毒 萬年沒什麼錢 走了最後都要 朋友接濟 戶口只剩幾百元 雖然他認為他是很有才華 是的 他又做過經理人工事 80年代已經 修賢 也是簽他 又出過報紙 但是 我又不要特別批評修哥 我覺得很多事情可以說 人都不在 沒有必要再說 什麼 吸毒 不是運毒 可能他們都不想 那時候有些人 就是那個位置 去到那裏的時候 但是你中了毒癮 修哥 李修賢 都不經歷路了 年多大 但是 其實我們做這些 抖音 有沒有錢收的呢 其實 如果沒有錢收 就是要保持人氣的 真的 不要說那麼多 這個禮拜 我第一件事 找人給我開一個抖音 小紅豬 你那裡有問題 我們說 就是我們又 說一下 都可以很多事情說 譬如說一下 怎樣去 教人 你來香港紅豬屋 找誰 找什麼人 合不合呢 我想很多事情都可以說 我們又沒有自己 沒有為自己 整個框框 我們教大陸人 我們廣東話人 在珠江三角洲 都應該比較發展 過來吃狗技 不是 發展好一點 就相對是文明很多的 我只是說一下 中港矛盾 我形成 喂 你以前哪有矛盾 喂 真的沒有的 為什麼會有 是不是 不要說從學術 從我們一個雷聞 那個體驗 為什麼會有 我覺得有得說 你們香港 譬如大陸人 有一部分人 會對香港人有些看法 因為香港人很朝鮮 我又不明白的 但是我覺得 最合理的人 無論是大陸人 香港人都知道 每一個地方有恆家產 每一個地方有好人 就是這麼簡單 或者好人 有時都會做一些 恆家產的行為 是吧 恆家產有時都會做一些 好人的行為 真是很難分對錯 是吧 都可以說一下 真的要做 我看看做抖音 會不會因此 開過另一條路 不做不知 如果不是你修完 我都不去做什麼 做抖音就無邊亂 好人 你拍戲 你都這樣的狀態 好 沒辦法 年紀大 好 印度神童 最後 其實真的 我不太想說他 但是說幾句 那 今天那個印度神童 就報道他 以前的事情 是幾種名言 首先就是譬如2002年 2003年 他警告過 會有地震 會有天災 老實說 是每一年 都有地震和天災 你如果 你要另外 我起碼說得準 你要很specific地說 不要說一定 譬如說 在3、4月 我覺得台灣人要小心 可能會有一個 很大規模的地震 甚至乎 很可能會引發海嘯 我希望不成真 那我都會覺得你 OK的 你不是 他 譬如經常說 地球什麼星 什麼星 連成火星什麼 所以你美國 日本 台灣 土耳其 要小心 可能會有地震 可能會有 可能會有 不沉正常的天氣 喂 大哥 你的範圍一講 講到十八個國家 一講到十六件事情 地震 海嘯 不沉正常天氣 高氣溫 是吧 地緣政治危機 能源短缺 喂 你們兩個很難中 是吧 所以其實我真的覺得 沒什麼好說 可以現在說 講2024年 他警告我們七件事 最主要是今年的 在2024年會發生的七件事 什麼時候他記得的 就是2024年的1月23日 他說第一 注意發生在水底的大地震 咦 水底的大地震 其實 其實 都很籠統的 你問我 地球 有70% 都是水來的 由水底開始引發的地震 很籠統的 海洋政治衝突發生 那你這個 是不是媽媽是女人 好嗎 警告身形有力量的毀滅性的武器測試 會有身形有毀滅性的武器測試 會不會有 去到現在 現在 是不是這麼容易 再要測試 真是身形的 毀滅性的 好嗎 核武器 怎樣測試 好了 可能會有世界大戰發生 世界各地都各有陰謀 你說這不是多 四月之後 新的能量 新的能量已經開啟了 那現在我們現在沒有 是有了 我們不知道 OK 世界會有短暫的和平 老實講 世界都從來是有短暫的和平的 現在我們都是和平的 他警告我們 這十個危機 就包括有氣候危機 戰爭危機 我也不講到這些細節上 通脹危機 糧食危機 健康危機 AI危機 即是AI危機 大家明白甚麼 可能會淘汰蠢人 怎樣控制追殺人類 排炭危機 人性危機 地球危機 和業力危機 業力危機 即是你們遠離了神 看不到自己的靈魂和智慧的墮落 所以就出現了這麼多 這一個呢 反而是契合了 甚麼印度教 甚至基督教 或者他們譯經 即是各樣東西 現在就這樣說 就是人類遠離了神 即是那些道德各樣東西 所以就墮落 那去提倡他們甚麼 甚麼呢 我也不想說 甚麼深呼吸太陽 吃蔬菜 飲水多運動多餌賞 增強免疫力 做多些好事 講多些好說話 即是消業力等等 這樣就不會打仗 對 那你個人來說 這個是個人的修行 即是我覺得呢 其實呢 我不知道人家用甚麼 去報道印度神童 我說印度神童呢 我又不會說是恥笑的 但是 喂 這樣你也想尋寫 說真的 喂 我有時認為 你沒有辦法 當然你自己學得多少 懂得多少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神棍 說這些 反而我這一個 這十分鐘我就不講那麼長了 因為我們早點下班 我今天看一篇文章 其實我也知道 就是這篇文章 叫做日本 是不是已經偷偷地成為移民國家呢 其實我跟大家說 那 結開了上個禮拜 我找藍首黨過來 也很感謝很多朋友聯絡了 藍首郎 那 關於日本 就是 事業的 事業情況 那你了解清楚 認為是OK的 那你就考慮 不用給我面子的 最重要是自己OK 那我覺得 就是 如果你看到現樓 我OK啦 因為 我自己看的就是 那個 那個匯價 老實說 你不會經常五一五二這樣 大佬 那日本在2019年已經推出了這個特定技能 在留資格之後 其實實際上已經是真真正正成為一個移民國家的 那我看了一篇報道 就是 無論是新宿縣 新宿縣 現在 原來是新宿縣 已經有12%的人口 不是本土日本人 那你很誇張 那 包括秋田縣 秋田縣是全 在全國裡面 減少人口最快的國家 那他預計 因為小此法 和老年 其實 在秋田縣 如果沒有新的人口 根本 不用10年 他的生產力 已經可以下跌到 現在的10% 就是那個man power 很嚴重 因為年紀越來越老 那 秋田縣就是這樣 是吧 那 我看看 2023年5月2日 即是去年5月 當地報紙 這個秋田灰新報 那條提 就是 未來人口 將減少3至5成 加快變革 已經是迫在未接 這個社論 那 我不講詳細了 最主要 就是應該要接納外國人 因為接納外國人 來到我們日本 可以增加 財政收入 除了 這個秋田縣之外 在群馬縣 亦都有些日裔巴西人 日本多巴西人 不是直接踢球 制定了這個多元文化 共生共創 推進條例 這些日裔巴西人 已經入了國會 制定了條例 通過 亦都不只是 連少數日裔巴西人 做到 是要連同當地的政府 政黨 這樣才做到 其實 我不能浪費我時間為主 其實 基本上 根據新法例 譬如2021年長野院議會 向中央提出的多元文化共生 相關基本法 提出以法律形式 明確政府 在接納外國人問題上的方針 政府表態 其實現在各省各元全國的法例 理論上 最重要的是 2019年的 南嶺行業 都設定了特定技能之後 其實基本上是任何人 都可以去日本居留 做事 好像我上次去日本 和我服務我的土豆塔 那個男生 原來是來自菲律賓的 我一開始以為 因為戴上口罩 有點像日本人 日本人 比較濃微 黑黑 不要說我們在街上 看到很多 很多年 就是那些 南亞裔人士 根據這篇文章的作者說 其實自從2019年 這個多元文化共生 相關基本法 和這個入國管理法的修訂之後 日本政府實際上 是允許外國人定居 而且就好像南壽羅所說 你就算要入籍 即是拿日本護照 也不是很困難的事 不難的 現在唯一 唯一 就是因為保守派 就強烈反對 因為 保守派 就認為 你也知道 你侵略了外國人 可能在文化上 會有些變化 這個也是現在 日本兩難的地方 我認為 我認為 為什麼我們 那麼喜歡日本呢 就是日本在這個世界 所謂的全球化 大家越來越 相似的情況下 因為他們能夠 保育到他們自己的 特定文化 給那種正 那種慢 當然 我是說鄉下 不是東京 它是很特別的 但如果你一 有其他文化影響 它又會怎樣呢 這個是我們 真是很可惜的地方 但是 現在這樣的小子化 它正在死去的 所以 現在 很大部分的日本人 就是在於 喂 你 雖然已經是允許外國人來移居 但是 就沒有向民眾 即是日本民眾 和其他國家 充分告知這個事實 因為 今為止 國家領導 從未向民眾 明確表示 其實日本 已經變成一個移民國家 是一個接納外國人的國家 來的 我覺得這個 當然是受到 那個 保守派的 因為 因為 為什麽今天 這麽 我都要講 因為 如果 我回去再看清楚 它這麽條例的調整 日本真的會成為一個移民國家的話 那 是否在我們香港人 譬如說 打算退休 移民 是多個地方呢 那些人經常說 你有地震有性 你去住 你就看有沒有人去住 台灣都有地震有性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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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未必夠柯正那麽猛 還何況地震 你寧願地震 還是不會見到老虎 老實實 好了 那麼 岸田文雄 在今年的 《零和國民會議》 一周年大會的時候 對於人口問題 減息的問題 必須思考建設 和外國人共生的社會 他們的思考 以入的做法 我覺得 他們是在思考 怎樣 共生不是融和 是在不同的文化底下 怎樣共同生存 而不影響他們日本的文化 我想這件事 我們都很希望這樣 否則 慢慢變成 澳洲 澳洲 美國 不 沒有用的 這樣 今年秋季 日本將會舉行 各 會議員選舉 今秋就選舉了 這麼快 我想 大家真的要留意 如果 日本率先成為一個移民國家 那你是不是多一個選擇呢 那我所知道 其實有很多 就是大迷小朋友 如果問日本 我們那些網友 其實現在都在同時 相關的工作 那你們可以WhatsApp我 如果你們有多些資料 你應該在日本那邊 變得年輕了 我有些朋友 在做這些事 我們有些網友 OK 今天就這樣了 阿小奴 今晚就買2比0 就穿一條 穩陣些 有和 再穿一條 萬成贏 我真的想不到 何百人都辦成的 即使是轉場也好 OK 好 明天再見 拜拜